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从小米12改小屏路线开始 小米数字旗舰标准版就依靠小屏数字旗舰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端化之路 10月底发布的小米14表现不俗 让小米吃了一颗定心丸 明年的小米15 其售价铁定会超过4000元 目前只有三星和华硕两家有小屏旗舰手机 三星在国内早已是日落西山 华硕的小屏旗舰压根不在内地市场发售 而其他友商看到小米的成功 也准备加入小屏旗 根据业内人士的爆料 某偷仆手机厂商的小屏旗已经立下 如此一来 小米就会压力陡增 在阿米的下一代旗舰发布前 必须得拿出更多的诚意出来 据悉 在小米14热销的同时 小米已经在打造下代产品小米15 根据目前曝光的消息 一起来看看小米15会有哪些进步 小米15的核心配置 也是没有什么悬念 也就是搭载骁龙8近似处理器 和大家进行介绍 这款芯片的卖点已经很清晰 采用的是台积电N3E工艺 相比苹果A17PO采用的N3B工艺 功耗更低 良品力也更高 而且CPU核心以后不用R1公版了 而是采用自研的Newware架构 甚至有很大的希望 直接采用RPDDR5T和USF4.0组合 届时在流畅度方面 也会取得阶段性的大升级 另一据外媒报道 有爆料人士在i哥上发布消息称 高通的骁龙8近似移动平台 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性能和效率提升 据悉 骁龙8近似在JQBench6基准测试中 多核得分可达到夸张的100分 作为对比 骁龙8近3的单核和多核成绩 约为2300分和7500分 此外 作为移动处理器的黄金标准 苹果E17 Pro芯片在JQBench6多核测试中达到了7200分左右 此外 爆料者还表示 骁龙8近似的功耗仅为8万 对于该性能水平而言 这是非常低的 不过 这些爆料信息还没有任何依据 因此也仅供大家参考 屏幕方面 小米15的屏幕尺寸 很有可能依然为6.36英寸 这一尺寸和小米13 小米14保持了一致 同时 小米15的屏幕分辨力为1.5K 2760x1200像素 生产厂商为国产厂商化新光点 四边极窄直屏 1400Nm全屏峰值亮度 小米15将支持1-120Hz的LTPO 自适应刷新率 而且是分区动态刷新 可以节省15%-20%的功耗 边框则会进一步缩展 略低于1.61mm 这一次会做到和魅族21一样的四等边 在小米14Pro上 小米用上了耐摔的龙晶玻璃 小米15系列会全系搭载 以增强标准版的竞争力 小米14Pro的钛金属边框 也有往下放到小米15标准版使用 这样小米15不仅更抗衰抗光 而且质感手感都会更好 小米15还有一个精细 超声波指纹实比 明年上半年推出的小米14Ultra 基本上确定将搭载超声波指纹 用的并非是高通方案 而是由国产厂商汇顶科技提供 在小米14Ultra用上超声波指纹之后 小米15系列将全系配备这项 带用南回的配置 一次就能录入指纹成功 解锁率更快更高 且不惧失手脏手 还有就是小米15系列的续航能力 镜头主射等方面都会进行正常的迭代提升 但具体有多么大 也就不得而知 更何况现在的新机参数一直都在改变 上半年的新机和下半年的新机 在配置上几乎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 加上小米手机在堆料方面一直都很激进 从这个角度来说 自然会有着很不一样的体验和大家见面 至于小米15的提升幅度到底有多么大 还需要等后续的爆料 才能够真正的对其进行确认 雷军此前的调查显示 大部分米粉都愿意为了更好的配置和体验而买单 在回复网友留言时 雷军表示 下一代的起步价一定会提高 同时努力把产品功能和体验做得更好 2019年2月发布的小米9是2999元起步 到了2020年2月发布宣布冲击高端的小米10系列 就直接变成了3999元起 根据小米官方的数据 小米高端机的销量占比逐年提升 小米14系列的热销更说明米粉的购买力 和对小米高端机的接受度达到了新高 华为Mate60和iPhone15的起售价 分别是5,499元和5,999元 小米15在配置到位的情况下 即便是价格上涨千元 定价4,999元起 也依然有着非常强的竞争 IoT PO4等边评价龙金玻璃 加超声波指纹加钛金属 起售价或上调至4,999元 如果小米15真的是这样 你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